再来我会觉得还有一个东西是 跟闺蜜真的不要聊天 就是男生的收入 我觉得要看 如果你收入高 你就不会介意人家 再加一个零 很多都是诈骗 真的 比如说我通常除了我老婆以外 没有任何人知道我的收入 没有任何人知道 但是我老婆知道 后来都跟闺蜜出去 那个时候我也在 她的朋友就问 那子龙赚多少钱 我就不想讲 我说不一定 真的要看看 你那个上通告一集多少钱 我说这个我不方便讲了 大家都听得不高兴 后来我老婆说 好了 她拿这么多了 那只讲了 那我觉得OK好可以了可以了 结果那个朋友说 那你每个月录几次 那就开始计算 大概大概这样 多少钱 突然变成会觉得 好像没穿衣服一样 还没有安全感 你们去会讨论另外一半的收入吗 我会先这样不讲 不太会 因为我们女生去在一起 我们也不会知道 我们的女生没有人 我们只有说这个月花了多少钱 对 他们可能其他人 他们觉得刚刚换了新的工作 然后我就想要分享 现在换了一个新的工作 我现在五万 我现在十万 其他朋友不是演艺圈的 也有可能是 因为演艺圈你也不会问 或者其他行业都会问 演艺圈大家都聊 都不会直接去问 但是真闺蜜是真的不太会去问对方 赚多少钱 不太会 是那种假闺蜜会想要比较 就会想要知道说 你老公赚多少钱 如果是假闺蜜 他就会一直想要透露 他老公赚多少钱 这个包包还好 老公这个要买给我 八十万而已 很多是这种嘴脸 很多是这种嘴脸 所以最后榜上还有哪一些 没被揭晓的名字 来请又人帮我们揭晓 好 接着排行榜上第三名 就是互相推坑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最后放在家里长灰尘 这占19.2% 有朋友都分享了 他的老婆每次出去聚会的时候 都会开始跟朋友一起团购一些 就是一些懒人小物 可是像是买了懒人 支架 手机吊绳 都用几次就没有再用了 根本就是很浪费 不过在这边的女网友 也要大声地反驳 她就说 我们跟闺蜜出去 就是在问她们 到底哪些东西食用 跟她们一起买 省运费 买到一定的量 还可以再打折 还能够帮家里省钱 这不是双赢的局面吗 到底有什么不好的呢 好了 遇到好物就是要分享 这难道有错吗 对啊 我觉得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啊 一起分享好物 如果买得过多就有问题 怎么会呢 有像因为我们有一阵子 开始封什么旅游嘛 就是露营之类的 那她的闺蜜就会分享说 跟她男朋友去买了什么帐篷 也吹的工具啊什么 我听完了之后 千万不要买 她说为什么你买得方便 我们可以常去啊 买了就一定会用 说你不要给啊 因为你有时间 不见得我有时间 因为我以前做那个行脚类节目嘛 一个帐篷就要一两万块 你别闹我了吧 然后光是也吹的那些工具 加加加就要也是要一两万块 重点是你要常常去 你一个礼拜只要去个一次吧 谁有那个时间呢 西家带券 最后还不是要叫我帮你煮 帮你搭 你不是说累死我 我们就阻止了嘛 她就开始转移目标了 开始刚刚刚在聊什么 保养品啦 化妆品啦 然后一些清洁用品 我觉得也挺好 因为我自己男性会保养嘛 那过一阵子之后 大概一两个月吧 我就发现我家多了一些箱子 你说这箱子干嘛 打开一看 全部都是保养品 然后放了好几个柜子 好几箱 用家的 然后这就算了 我这个照片才拍完 过了三天 又来两天 我老婆打他 跟我挑战睡觉啦 老公那个门口有东西 麻烦你开门的时候 把它拿进来 包裹 还要代付哦 两千三百六千 那还好 重点是我门推不开 门移推不开 因为有点重 一般港大乡班线 一打开都是 然后我就说 你会东西 我说不会啊 都用得到 而且同样的话题 而且他现在有打职 一起谈过进来之后很便宜 而且你们两个人用 对 对啊 合理啊 然后这还就算了 一个月 一个礼拜给我一千块 然后你挖一包的圈 拿去买什么 然后这就算了 然后我们就在聊 说这么多怎么办 然后我说我家不会饿死 然后为什么 因为我家有一个大冰柜 里面是满的 都是食物 然后你要吃就自己拿 你说下酒菜什么 那也太多吧 买二十包 就一堂 很爱买这些东西 为了要省那个运费 对啊 可是我换个角度想 其实真的也蛮省的辣 而且还有就是 真的你要什么拿了就有 静香你是跟风团购 有买到好吗 我跟风团购买到好东西 可是我一开始被我老公念到爆炸 我买了这个电动的搅拌棒 这个很实用 这很实用 超什么 我觉得很好用啊 我很讨厌切蒜头 它就是把蒜头这样子丢下去 因为以前有的是手拉的 然后这样盖起来 然后这有电动就这样按下去 你看轻轻松松的 你就可以很贵度的切蒜头了 我跟你讲 我应该推荐你另外一个比较大的 要大一点 但它是插电的 可是它打超快 因为我那天煮汤的时候 我就把洋葱跟苹果 然后还有蒜头 打成泥进去下去炖 超快 高粒菜也是 但是还蛮快的 小姐姐在推连减 但它比较小 你如果要打洋葱什么的 放不下 因为你洋葱还要再切再丢 很方便 就好 可是我老公就一直念我 他就说你买这些什么东西 你那个蒜头皮剥了 然后切个几刀就好了 而且我们厨师 就是要直接用切的才有感 我这样子弄完手也不会沾味道 对 我就跟他说这很方便 他就说哪里方便 你切完 然后你还要把它刮出来 刮完之后你还要洗这个 你们两个应该一起比赛 就是他从剥皮 看谁比较快 看谁比较快就对 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就跟我讲说 老婆 你买的那个切算器 很好用 然后我就翻他白 我就说你之前不是闲到爆炸吗 因为他刚好要做韩式凉拌的豆芽菜 又需要很大量的蒜头 所以他就把这一台拿出来用 他就说这很方便 这样子切一切就好了 我不用自己在那边剁得要死 然后他就一事成主顾 他现在煮饭都要这一台 我觉得他有时候就为了闲而闲 他就觉得我乱花钱 可是他自己用了之后他觉得很好用 然后推坑没有人比王思佳更会推坑 我们这个不是推坑 我们这是互相分享 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你状态很好 那我就立刻问说小镇 你最近都在用什么 怎么状态那么好 连结来一下 然后我们就立刻买东西 然后就传到群组里面 我们有一个 最近只要买到什么厉害的 互通有无 所以我只要觉得很雷的 我也会在里面分享说 这个不要买 像有一次我不是在 那个专柜遇见你 有双鞋他本来不要的 他一定有入骨 我跟你讲 他们就跟我说小镇在隔壁间 我说什么 我立刻去找他这样 然后那个鞋就被他放在旁边 有没有 然后我说这双真的 穿起来腿很长 他说不可能 不可能 我说你穿穿看 你穿穿看 他就为了要打我脸 他穿起来 腿真的好长 他就买了那一双 对 是不是 我已经在结我的东西 已经在结账了 就我少子出去的时候 然后就说 王小姐在旁边 我说 立刻去 我就推一门 立刻推一门 我就小镇姐 怎么这么巧 他那句话很顾虑 对 马上推坑他 他这样结账 他又撇了好几万 我跟你讲 我朋友就是因为这样 然后我一推坑给他 对不对 他就立刻买 这一次他就囤了一年的量 也是回到家 三大乡 他好像就开骂 这什么 什么东西 三大乡 他说我跟你讲 这是私家推荐我的 我跟你说 我再也不会买错东西了 我就这三箱 这一年我不会再买了 他老公就说 买得好 我就把我名字 搬出来 好家在退店 好家在退店 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我跟你讲 他被我推推什么东西 厉害了 就是这一瓶 我跟你们说 这一瓶 不分男女 它里面是有加了 8%的杏仁酸 有在做过患夫的人都知道 其实杏仁酸是比较温和的 他们家有做一个 IRB 人体实验 这个实验测试出来 95%的人 可以改善 这是一个很高的数据 再来它有做一个 益菌的测试 在实验室里面做 这个益菌测试 高达99.9% 所以已经几乎是顶了 然后你可以称它为什么 就是居家患夫 那很多人就会想说 那居家患夫用到酸味 会不会刺刺痒痒 因为像我是敏感肌 对不对 它的pH值是3.5到4之间 然后大家可以试用看看 你会发现它有点透明的 水感 很像水对不对 那我把它挤在手上之后 你看它的这个流动性 它是可以这样子流下来的 所以它是流动性非常的好 那它可以针对什么 比如说男生很容易出油 像你出外景 那种大油田 对不对 很容易出油的人 油光 粉刺 痘痘 这些 它都可以来帮你做到一个 肌肤的调理 而且你看 像你这样已经开始推了 对不对 它的延展性其实很好 所以当你这样子推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它油腻 然后再来 它要怎么样用 比如说油性肌肤的人 你天天可以用 你可以天天用 那我们敏感肌的人 就是做仪修仪 我不要连着用 我就是中间间隔一天 那你如果说你某些地方 你想要加强的话 比如说斑点跟暗沉 你也可以两三天 加强使用一次都没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非常的方便 那这样讲是没什么感觉 我们直接试用 你要卸妆 对啊 好啊 好不好 来 你卸完了 我卸完了 然后因为其实我觉得 我自己最在乎的就是这个斑点 因为我有一点点小小的这种小斑点 使用方式非常的简单 卸妆洗完脸之后 化妆水之后 因为刚刚这个我有说吗 精度精华 精华就是在化妆水之后 那怎么用呢 像我就是会这样子 挤在手上对不对 然后点在脸上 化圆 然后让它吸收 那因为像我想针对 就是脸颊的部分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全脸 但避开眼周 如果你想要针对斑点加强 你可以整脸擦完之后 这个地方再擦一次 加强它 像有一些人 他就是可能 比如说T字部位 他比较容易出油的 那你就可以加强这个T字鼻子 然后甚至是鼻翼 这个旁边 你都可以加强像这样子涂抹 或者下巴容易长痘痘的人的 这个地方 也可以这样子 化圈按摩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我自己都是在晚上用的 对 那白天就请大家一定要 因为我觉得就是 当你有在用酸类的话 油性肌肤用的话 它可以帮你调整你的 这个油水的比例 因为像有的时候女生 也会有些生理痘 因为我们这个生理期的关系 所以其实像这样的方式来做 到每天居家的换肤 那我觉得它就是会很方便 如果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发现有一些脱皮的状态 这个是正常 因为它是换肤 那就表示你要再加强保湿 它现在这样擦起来 感觉上也比较亮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 就是我是敏感肌 可是我擦这个酸类 脸不会红 有一些会红 其实这样示范 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说 我是敏感肌的人 我直接擦 我也不会有泛红的 你在家里面很简单 你知道在你的保养里面 多一道工序 就是这一个 然后直接加入这个 净豆精华 就可以很简单的再加 就是一天一天比一天的 更亮白 斑点这些油光 都可以改善 好啦 打好家再有 打好家再购买 好不好 直接 加入了 直接 加入 反正没有丑女人 只有男女人 真的 真的 看一下 比副阿承好了 那个事情比较亮 真的 真的比较亮 可以吸收什么坏的 这是我今天听到 最有建设性的一个话题 你要买了 是不是 带回去 谢谢思佳分享 谢谢 夫妻之间 双方在一起 真的要互相尊重 是 没错 有一些话题 如果老公 不希望被谈论 你这样跟闺蜜在一起 在那边谈 有的没有的 还在那边长度 还在那边次数 但如果我们谈的时候 是帮你们做面子的话 那可以谈吗 那尽量 可以 不要造成那边乱讲 造成夫妻之间的一些 误会 误会然后就不好 是 今天谢谢大家的讨论 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上我们的粉丝团 来按赞 留言跟投票 谢谢大家 来 谢谢 每一边 今晚开赞吧 让你总是非成赞 新时代互动式综艺 快快来订阅 按下小铃铛哦 小铃铛哦